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在空性的见地上圆满 你以世俗的心发出的心 刚开始都是这个发心 但是你随不是世俗的这样发心 但是你坚定的修行 有一天它就变成你的意志了 它既不是说的也不是说圣意的 也不是说多脱俗的也不是俗的 不要去定义自己 尤其离一切相的时候 你的知见就是真正的脱俗的 否则在所谓体性动念都是俗的 我们现在 所以继续圆满这个知见 然后你继续修吧 你是可以的 你需要的是鼓励 继续修行下去 继续修 不管遇到任何难处 任何境界 能够坚持 就是在空境里面不忘休息 不是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才修行 或者需要忍辱的时候才修行 是我们在任何境界里都需要修行 劫持下去 知道吗 然后提醒诸佛菩萨加持 有时候你的力量是很小的 当离相的时候不要屏蔽妙有 诸佛菩萨无处不在 他以无量相呈现 他以各种相呈现 无处不在 真空生妙用 他的加持力 他的色受力 他的所有东西都在跟你统在 只要你在道扫 诸佛菩萨 龙界护法都会护持你 相信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相信他们在护持你 这也是不断的走下去 否则你觉得自己一个人 走得很辛苦的 知道吧 就是这样 继续走吧 在界地上圆满 只要知见没错 你继续修 就会有收获 知道吗 你现在是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但是是以着象的状态去发了吗 还是有着象吗 林小仙离自己的剑文角色 离六根啊 六根的剑文角色 你的六啊 你本来是圆绝 现在分成剑文角色的绣长 分成六了嘛 六 我觉得 我看见 我听到 我绣到 我尝到 这就是六交报 六报 就是 即使你将来在地狱的收口 也是剑报 文报 你看见你被油锅砸了 你铁到疼 你听见 是吧 有人拿烙铁唠你的声音 等等 六交报嘛 有六根才有报 才有受报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你受苦报 你还不是身体感觉到病痛啊 是吧 胳膊断了 是你胳膊断了 是吧 还不是胳膊给你受报 这不是生根嘛 你看见 是吧 看见是吧 什么了 邪恶了 听见有人骂你了 身体体验到有人打你 等等 这不是受报吗 苦报嘛 是吧 你所有的 就算你每天受酷刑 也不过是生根给你受啊 有个生根啊 有个根给你受啊 但是你的认知要不停 六交报是不停的 我告诉你啊 有个野耳鼻舌声音 六交报怎么能停呢 你不是看见赛就是太极恶了 是吧 你肯定在分辨里面 因为六根在骗你 你知道吧 你是没有问题的 六根看见了 六根觉得就是 恶啊 漏进来了 对吧 他以人力的东西定义啊 你去了鬼道以 鬼的角度定义啊 去了畜生道以 畜生的六根一 畜生的角度定义啊 所以这个六根是个贼啊 或者说六贼 欠你的家宝嘛 欠你的魔女猪嘛 那你现在不是圆绝之心嘛 所以破六啊 破一根就行啊 或者为什么修耳根呢 很简单啊 我们六根嘛 你用一根来专修嘛 是吧 破一根 六结一完 就是你破了一根的时候 你现在是假借其有一个空性 有一个众生嘛 六根 如果一根解脱 这六根就缺解了嘛 六根就互用了嘛 六根又互用了 空性也消失了 因为没有一个如来 空性的样子在那 众生消失了以后 佛就消失了 你知道那一刻出现了吗 你就是如来 那才是无形无效的 先开始你建了一个空性嘛 是因为你是众生 所以建了一个佛像 你一直的概念也是这样 但是当你六根解脱以后 佛像也会消失 那个时候你叫无名无性 无效无形 而叫如来 就突破了时空 你有下就在时空里 有下 开始一直你建立起来的 直接给佛像来修正 到后期两边都破 这边一破那边就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说的话 比较适合用什么法门 然后会进步更快一些 其实修止观 尔格源头这些都不冲突啊 所有的 因为我们分别执着 所以不能震灯 我们是本性是如来 一定要相信 大家一定相信 你现在缺骨脖短腿 空性是圆满的存在 它没丢 本性还是佛 知道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界点啊 就是你的本性还在这 你的如来在这呢 不是你正出来的 是有一天你要呈现出这个状态了 现在你呈现出来的是个梦境 是个人像 知道吧 所以这个人像 以六根的见闻觉知来区分 你是个人力嘛 因为 鬼道不这样认为嘛 对师库的这个人力是这样 你现在要破人像嘛 人像里边有一个我 这个人像 首先是你看见啥了 不是 比如说鬼说看不见水 你看见水了 你就是个人力嘛 是吧 所以拿出一根来修嘛 拿出一个根来修 就是如如不动嘛 修不动嘛 修止观嘛 一样的 哎或者只不过是 平时只观你是仔细忘心杂念嘛 是吧 但是现在从能闻的 所闻的 跟声音的这 就从一根来修嘛 你那个是从一根来修嘛 从耳根来修 佛说比较快嘛 不是说你初学从耳根 因为耳根 为什么快呢 耳根根气好嘛 为什么 平时我们说 那个人根气好 会根好 不是大家讲 耳根根气好 好在哪里呢 他接近空性 这就是你看 你睡着了我喊你 你能听见 你看不见 知道吧 说起来吃饭了 你大家都起来了 是吧 他在睡梦里面 还能听到我喊他 还有中一境界 你注念的时候 也偶然能听到 别人注念的声音 所以这个耳根根气好 它能突破维度 跟时空 知道吧 而且一里之外 打钟 敲钟 耳根能听到 其他的眼睛就看不见钟 是吧 所以耳根特累 一根也好 但一根容易 制造幻境 一根可狡猾 耳根没那么狡猾 对吧 所以用耳根修 比较快嘛 你不就这个六根 在受爆吗 深根你笨嘛 你这体验都不 有人不听到摸你 雷开雷开摸你 耳根声音是无处不在的 条件容易具足嘛 是吧 你尝你还都不得尝东西啊 从蛇根修也不太方便 你坐在那不吃了嘛 鼻子还在相臭相臭 不断的无分别相臭嘛 是吧 这个还叫带胃有胃 带胃有胃 你不断的分别 你都吃东西才行嘛 是吧 生育的离合嘛 有人拍你 有人离开了 离合拍你 这个也不方便嘛 你一个人坐那儿休息 这都是两个人配合的 是吧 耳根声音无处不在 你就一个人坐在山洞里 是吧 还有静音呢 是吧 声音在呢 静音在 所以条件容易具足 耳根又比较会根好 为啥不用它修的 是吧 一根又容易狡猾 制造各种礼杖 是吧 那就用耳根修呗 是吧 但是心要止心 忘心砸你啊 你红尘的事牵挂那么多 你怎么 你修不了的是吧 如果从耳根修行 建议大家戒律有此次戒 在空性的道理上要圆满 你知道空性越圆满 你修行的动力越 就是你觉得成功的希望越大 就是你就觉得自己可以 如果空性不圆满 你就对自己会失望 知道吧 觉得修 修这么久了不行 知道吧 空性这个 第一是通过 可以吃饭 因为本性都是如来 在成佛这件事是平等啊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本性 知道 所以都是平等的 只要你愿意做 不要小瞧自己啊 不管你穷富 不管你是什么 你有肉食 你有这个人体 你有可以 已经有修行的资本 其他什么也没有 都也可以啊 有肉体存在 哪怕缺个胳膊缺个腿也没事的啊 你的空性是圆满的啊 要有点信心 你知道 还有相信你不会死啊 否则你也就认了 说大不了这一辈子 就这么闭着也过去吧 死不了啊 所以都为未来做点准备 什么就是这样子啊 这是超越人力的 人力是认为自己 在承住坏空生老病死之中 这是人力嘛 所以错认了这个自己 所以佛说你掉落了苦海 你如果是承住坏空的 有啥幸福可言 你每天生起心灵 全在承住坏空里边 快乐也不持久 痛苦也不持久 你有啥幸福可言呢 刹那刹那生命之中 你还活得能幸福吗 是不是幸福也是你认为吧 佛菩萨看你挺开人的 觉得你忍耐力可能太强了 是吧 没有幸福可言 是吧 但这不是负面的 佛来这个世界 不是符定这个世界的幸福的 佛不是是一个夜市主义者 来这个世界符定大家那些 一点点的快乐的说 哎呀就情欲快乐佛 还说临情去吧 不是那样子啊 千万别误解释迦牟 佛说你可以暂时的忍受这些 既我或者是枯燥的法门 最终你可以获得大自在 宇宙一切都是你的 它是给了你全宇宙啊 所以这就像你当年在学校 你啊你忠受学校的制度不出去不找类 不出去的抓坏人不打工不出去赚钱 是因为你要考大学是吧 那个时候父母都能理解是吧 父母说哎你啥也不干你好好学习 你能考大学为了工作吗 父母都理解 但是你要成佛这件事 父母不一定理解 是吧 你要暂时的离情去运 说是我想成佛 父母就是 他就结在谁干 父母就有点啊生气 并不是父母说哎干涉你成佛 不是啊你要理解父母 父母看不见轮回 看不见轮回 看不见轮回之苦 知道吧 因为轮回这件事对父母太遥远了 因为还没死呢是吧 嗯 所以 这个事就是 哎 就在人世界比较难 是吧 我们总是想要子女在这个世界 名利亭都获得啊都幸福 但自己心里也心虚知道不可能 获取了他就幸福啊 未来是嘛 露伤 他有些人就 有些人你给点钱可能吃饱穿了 比如说猪猪 你只要给他吃饱他就幸福了 是吧 但是有些不行猴子就不行 猴子必须会上诉 你给他在土里边让他吃饱吃猪食 吃饱了他也不幸福 他觉得我怎么不会上诉呢 是吧 他必须学利益本事上诉是吧 还有些人来 人力是一样的 有些人有吃的就幸福了 有些人不行是吧 他在精神层面他一定要情奇说话都会 他要满足很多精神层面的需求 他才幸福 有些人精神层面不行 他要灵魂的解脱 他觉得轮回是什么问题 是吧 他搞不清楚他不幸福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啊 请看看你是谁啊 我们来到这个稻草的人 你们吃饱了不会幸福的 告诉你 你们不是只吃饱穿了就能幸福的人 你变成那样 你变不成 你别以为你能回去 回不去啊 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你们很多事修行了 你们很多事修行才会相聚在这儿 你能忘掉那个佛学的东西 你忘不掉那个菩提子要发芽 你能让他不发芽 是吧 所以你回不去 回不去还不如往前走呢 咬着牙往前走吧 是吧 你吃饱你也不幸福 哎 精神层面说哎呀我什么也不缺 我好像身体挺健康 你怎么还不幸福呢 你没有解脱轮回 而且这个是生生世世的月令 你那个月令没实现 知道吧 所以你不幸福是有原因的哦 你说哎呀这要还这怎么 这个挺麻烦的 你吃饱穿着已经很多事了 所以你就不屑了是吧 因为你有赛报吧 你精神层面 听起书画也很多事在做了 你已经也不想学了 你就差诚服了 没搞过是吧 所以赶紧诚服了吧 没别的漏课 你回不去最主要是 回不去就往前走是吧 要这样往前修呗 修成啥算啥呢是吧 这一辈子如果修不成 有俩瞧路 继续来继续修 还有往生极乐世界继续修 是吧 你去极乐世界这一世也不会白学的 阿弥陀佛讲的也是空性 知道吧 还是讲空性嘛 解脱轮回啊 是吧 还是告诉你时空是个幻境啊 快乐是展示的 极乐是展示的 是吧 还不是 就最主要让你成佛了 是吧 就这点事儿 其实我们没啥事儿 其他的在这个路上 一大堆事儿都是风景 你要没有这个终极目标 都是灾难 都是磨难 哪个苦都够你过一辈子的 但是如果你有终极目标 你要成佛好 剩下的都叫风景 体验吧 每一道的风景都会出现 随缘了就业 如果你的终极目标是成佛 那所有的事情都叫了缘 如果不是都叫造业 如果你不成佛 那都在龙转出去 是吧 如果你学了解脱道 因为你不断的靠近解脱 那都是了缘啊 虽然了的不够好 有时候做的不够好 但也在了啊 了了又介绍新的 新的再了啊 你总会解脱的 嗯 但如果你没有终极目标 那就是龙转啊 齐心动念都是造业 继续造啊 就是这样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还蛮紧 不是很难的事 就是从哪一时 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你走解脱 还是修轮回之道 如果你走轮回啊 你说我不走解脱 到这辈子 我还这辈子没活好呢 好 那么我告诉你 怎么能幸福 满足欲望 你只要你的习气欲望来了 拼命去满足它 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只不过有时候满足不了 痛苦就来了啊 你不需要学佛的东西 学了佛还心里 还低估英国的问题 知道吧 你还说哎呀啊 这件事能不能做 肉能不能吃啊 我很想吃啊 哎呀会不会又杀生啊 你不学你还不用这样想呢 是吧 影响你快乐了啊 是啊 但是今天大家坐在这可不听见了啊 落在你的意识里面了 所以你也改不了了 你还是不要吃到 是吧 路进去就 你放不下了 告诉你啊 佛学的东西太厉害了 你进去你就回不去 因为他是你空心里面 十四季的 你知道那是对的 你以为你的意识 能给你的本性能干过 干过家 你那意识生命的 你本性是永恒的 他路进去 他里面有些东西 跟他相合的话 你洗不掉的 知道了 不是吓唬大家 是很容易大家相信真理的 只是你做不到 说我做不到是做不到 但是你相信那是对的 嗯 因为那样说是 是对的啊 只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佛啊 成就 成就就是获得自宅啊 活得 嗯 再也不会因为失恋痛苦了啊 再也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起你痛苦了啊 别人骂你一句 或者是痛不欲生了 再也不会说因为父母孩子的 是肝肠冲断了啊 你不需要啊 知道 不是你无情啊 你可以有有爱的 你可以爱他们 但不会因为他们出一点点事 你就活不下去 那活得多累啊 是不是 人家孩子病了 就是个感冒发烧 然后你 人家好了 你得了大病了 什么 因为心疼的 是吧 孩子出医院 他进去 你说这个 你说妈妈的爱是很很伟大 指明说很伟大 有啥用呢 孩子出来了 你进去了 是吧 如果你有空性的 你正入了 孩子可以病啊 病了你 你这边心无关 你正当那个功夫 你可以全力的帮他 帮他干净治病啊 你不会住进去医院 然后你操心担心 孩子还没出医院的 你都躺下了 那不是力的 是操心操的 你能夺力啊 不就是个饭嘛 是吧 这就是功夫啊 你被静转了 不是你爱不爱他的问题 是吧 你爱可以啊 但是不被静转啊 心无挂啊 那不是无情的表现啊 是吧 你这叫 这叫友情啊 你这 孩子出了院 你进了院 这叫友情啊 是吧 不过说那叫污名 污名啊 你那叫没力量啊 是吧 你那叫不自在 是吧 你也不想啊 那不自在 他一句话 就不能把你控住 别人说了一句话 你一个月不高兴 是吧 那有啥意思 是吧 你看我们活得多虚弱啊 反正你在乎的 真的一句话 就能把你一辈子搞定 你试试你在意他 他骂你一句很难听的话 我相信你后半生 就能活那句话了 你要不在乎 他谁也搞不定 你要在乎 是吧 你看看我们多脆弱 他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很久啊 难受 你想起来就痛不一声 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我们 我们需要这样活着吗 是吧 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句话 就这样活说 哎呀老师不行 那肯定是有因果的 有报的 实在解决 我也给你看看因果 还看报 但是你要活在空心里面 还要看因果看报嘛 甚至是跟你没关系 是吧 不爱他呢 是吧 他骂他的 你还来住人家骂你呢 是吧 你活你的 但现在不行 只要 只要骂你 你就伤心 你就失望 你就绝望 别人死坏 你伤心 是吧 这世界哪个人做了坏事呢 你都绝望对人命 哎呀 人心啊 你绝望啥呢 是吧 人家坏你好就行了嘛 你还来住人家死坏呢 是吧 他坏他也有他的因果原因嘛 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受伤害 不是我们真的是被这些东西转啊 你看我们那些博士学历 硕士学历 你能扛得住 能扛得住 他骂你一句你不被转 啥没用 功夫 禅定功夫 第一是禅定力 第二呢 在禅定里边你的智慧圆满了 你大慈大悲圆满了 不失赛不赛 你就在那解脱了 是吧 你就不会受伤 你可以承耳扬 随便 你 嗯 你 女人 什么 你